1967年11月7日晚 文革爆发的第二年 王正明再次被秘密逮捕 再次被关进秦城监狱 这次签发逮捕令的 是第二任公安部长谢富智 一个星期后 于芷杰向公安部询问 为什么逮捕王正明 得到答复 王正明的罪行已经定了 反对毛主席 反对江青 在当时 这个罪名可不得了 按照为文革特制的公安六条 都可以枪毙的